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Onet Trend Time在馬的時間 明天第二場次的介紹 將會是第八場, 這場其實挺亂局的 選一隻馬膽不容易, 但見他輕微有少少賠率 介紹一下, 這場選了很久的馬膽 暫時還是決定推介美麗經典三区 美麗經典就是循序漸進, 慢慢慢慢的好緊 已經跑得越來越近, 除了第二場偉達跑得近之外 接著那兩場沒有, 接著上場有少少驚喜 他出閘不是太快, 那場國能 接著自己走上去, 然後快跟三疊轉彎 快跟都是輸了四分三的馬位 走位方面不算太出色, 但這隻馬很明顯是在上升 這次由國能換到蘇紹輝, 排到二檔 如果能夠一出閘一點, 組團跟前一點 我覺得這隻馬是叫好的, 因為始終上場是大洩位 走回來都是輸了一有四分三的馬位 這次二千米有個二檔, 有時間給他打一個多位 所以, 還有美麗系我覺得不會特別等 是要去的, 搏盡, 長長鬥志鮮明 但大摩的美麗系, 不會抖一下馬 我想這些馬應該長長去盡 鬥志好, 由國能換蘇紹輝排檔 移檔, 非常理想 怕運, 但我想他速度應該押到一個好位 希望可以在這裏 WINPAY可以買 配腳很多隻馬 大家純粹可以押一下 第一隻配腳大家都知道我一定會選擇敬秋 敬秋和天智掛合 天智掛合今季人第一場 我已經說了那場水準是高的 計算出來這場水準是高的 所以我說天智掛合 敬秋我是追著來買的 天智掛合之後那場李布利座 跑錯了 衝一馬捆 贏不到 潘頓上次暴中的天智掛合 敬秋 跑完天智第二之後 下一場也是跑得差的 接著上一場再跑分勤 蔡明智那場再跑分勤 證明能力真的有在 但是你也看到他是會有失進的時刻 所以你說敬秋 如果你說機會能力最高 表現最高出來 我覺得是敬秋的這場 WIN 隨時殺低 就是敬秋 但是他表現比較飄忽 所以我不拿去做淡 就是這樣 所以敬秋大配腳一定要 敬秋一定要 敬秋一定要 天智掛合 敬秋已經贏了兩場 有少少盡 但是看回潘頓 喂大哥 美麗 我不知道是不騎 還是不讓他騎 但是起碼有個美麗 是一個才系 近來都是騎很多的 都不騎 繼續騎回天智怪盒 他都繼續有一檔 一檔 怕塞的 但是省了很多腳情 所以都是要配腳 那四號全裁 前一場是輸給四棟八達 讓我看看 前一場輸給四棟八達 這場跑得很好 那上場潘頓賽有解釋說 跟得太前 所以輸了 沒有前一場跑得太好 跟得太前 那這次換了田泰安二千位 田泰安你對他的走位 不能太忌於口望 但是竟然有十五倍 暫時一刻有能力展示出來 有十五倍 絕對要賣回 雖然大幅真情 還有一隻越遇 越遇 前那一場跑得OK 前那一場審拿跑那一場 跑第二 輸給獄龍共舞 二場OK 上場偉達騎 表現差一點 那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脫腳 第二件事情偉達是引起腳 他出閘的時候會引起腳 所以可能騎的時候力度也不夠 再看看 如果大家看賽後報告的話 我先看看 越遇出閘 左腳受了傷 偉達是左腳受了傷 然後不適而履行如下賽事 這場後 可想而知他是腳痛著跑 越遇都不會發揮得特別好 所以由這一點 今次 就越遇配回潘明輝 看一看又有11倍 也是要繼續買的 所以四隻配腳 大家去考慮一下 美麗經典 拖勁抽 天字掛合 全彩月遇 自己選擇你喜歡的配腳 再冷一點一點 可以留意動力飛鷹 動力飛鷹上場 有大幅抽 在一中斷的時候 是有側步的 不會跑得好 但是今次13檔 所以我才不選擇 而且不是每個人像班頓 可以跑得這麼精彩 何冊堯13檔 這個都是留後 然後跑上來 一定是 但不是每個人像潘頓跑得這麼精彩 雖然他上次有些軸 令表現有些差的換來賠率 但是暫時不想 免得介紹 範圍 勁抽天字掛合 全彩月遇 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考慮動力飛鷹自己選擇 美麗經典做大嗎?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來到我的Net Channel YouTube頻道 按訂閱和訂閱 以及按這個鬧鐘 如果有新影片 就有一個通知 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謝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